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外界看护对长者时报时有所闻,这次竟发生阿妈痛欧看护事件,父刑师之妈因细故与因尼界看护而私拟及争执,一气之下进持滤网,国产追打,导致看护鼻子头部受有撕裂伤,看护心有不甘提告,父妈却持口否认犯罪,是林地远认为她犯后态度不佳,依伤害罪判军役30日, 得一颗罚金3万元可上诉,看护指控她受顾负责照护理患老人失智症的父妈,去年3月18日中午刚吃饱饭打算做点心,父妈却要她打包东西离开,她只好去整理衣物并打电话给雇主父妈儿子,父妈却突然抢走电话丢在地上,看护说她不予理会回到厨房,想继续做点心, 父妈却生气骂她还打她头,她闪开后,父妈又拿出油炸绿网及铁锤铲铲门打她头跟鼻梁,鼻梁裂开还去医院缝了四针, 父妈上了法庭只承认她当天跟看护说话,但看护都不理她,才会起争执,坚称没有打人, 不过,因父子正称当天确实有接到看护电话,且有收到看护传来的受伤照片,法官虽认定父妈犯刑, 法官认为,父妈与看护起争执后,为以和平方式解决,反而殴打看护犯后更不认罪, 且未与看护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,态度不佳,深着她罹患失智症,经济状况小康等情况, 依伤害罪判军役30日得一颗罚金3万元。